小時候看過足球小將 其實我們小時候都有兩套卡通片 一套是足球小將 一套是藍儀冠俠 但發覺足球小將特別好大 以及很多觀眾 你看足球場和籃球場的比例都已經不同 所以足球場吸引起碼過萬人去看 但籃球場可能一晚 二晚已經很頂盡 所以當時因為觀賞度的問題 我就選擇了足球發展 最風光的時候 當然是代表香港隊出國 南京北土 其實去過很多不同的地方 例如有些地方可能人生沒有什麼機會去 例如敘利亞 尼泊爾這些戰亂的國家 出機場都看到人家拿著槍去保護著你 雖然好像很危險一樣 但我們是很安全 因為都有些人去保護我們 我們踢完場球之後就會回來 曾經在香港聯賽 贏過兩冠兩亞 其實一出道的時候 18歲就踢魚丸 魚丸的時候已經在聯賽裡 拿了聯賽杯 拿了高級銀牌 拿了獎 其實已經是很早期 拿了獎項 代表香港隊去比賽 但就因為在2009年的東亞運 之前因為一場比賽而受傷 導致無緣去參加東亞運的比賽 這是一個小小的遺憾 歡迎來到我們即場marketplace 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我的英俊朋友 金輝 沒有人認識金輝 你好 入得廚房出得聽課 因為以前也是一個足球的運動員 但是金輝我真的想問你很久 以前我們經常打牌的 因為他經常都輸給我的 我在他身上找不少游泳 為什麼那時候年輕人 會走入行踢球這麼笨 大家都做飛機師做醫生 你真是踢球 怎麼搞的 畢竟踢球也是一種運動 如果我當時打麻雀 我當然是贏了你 可惜我選擇了去踢球 如果讓我選擇多一次 我也是會選擇去踢球 為什麼呢 因為踢球帶給我 有一種用錢都買不到的感覺 代表過球會 代表過香港隊出去比賽 其實有些人就會說 先讀書還是先運動 但是運動員 你要想回運動員的生涯很短暫 如果你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做到運動 例如有些運動員很厲害的 可能做到世界第一 有些是很短暫 可以做到世界第一 但是你讀書 可能如果你佔了讀書的時間去做 就未必是 可能做到世界公開 有好學歷 上大公司 可能賺錢 進升階梯都很清楚 是的 就會很不同 所以如果我建議 其實有些運動員 如果真的好 可以上去 選擇了運動員 之後才讀書 好像我現在這樣 我退役了之後 現在才讀書 雖然時間被人長了 但是 都可以繼續進修行業 社會的知識出來 但是金輝 有些運動 生命周期 整個運動員生涯較長 就是有些 桌球運動員 打到四十多歲都可以 但我們之前 我們職場marketplace 都訪問了不同的朋友 有些可能是跳繩 花式跳繩的運動員朋友 有些是滾足溜冰的朋友 或者是不同專業的 他們的生命周期 運動生涯很短 十幾歲就高峰期 二十歲就要退役了 是的 足球員那麼大風險 你有沒有想過 那麼多獨的運動 例如跳繩 迫球 這些可能競爭小一點 可能會比較多發揮 但足球一對球 十一個正選 還有幾十個是後備出場 競爭那麼大 其實很難發揮 其實在香港裏面 團體來說 其實是很大競爭的 因為團體賽來說 不是可以控制到 不是一個人控制到 可能有很多人 一起去競爭 所以香港你看到 拿到好成績那些 通常都是一至兩個人 那些的比賽項目 就會拿的獎項會比較多 乒乓球 是的 滑浪風帆 單車 全部都是個人項目 但是團體 其實在2009年 東亞運 香港足球 拿到一個金牌 其實那個含金量是很高的 因為團體賽裡面 拿到一個金牌 還要贏到日本 所以拿到一個含金量 是非常之高的 還有那時候 政府就說 好看錯 足球啊 我們會大力支持 但是現在相反 搞了那麼多計劃裡面 其實都還沒有一些政策 很實質地去支持到這個足球 其實港甲和港超 老實說我都分不了 其實有什麼分別 可以改過名字 也不是的 他就會有些制度 之前有什麼鳳凰計劃 現在又有其他的計劃 其實一直叫做正規化 有人監管 你知道足球很多人去參與 不只是小圈子搞足球 他要公開公平公正去參加比賽 所以港超就是一個正規化了 每人要起碼有800萬的班費 起步 這樣就保障了運動員 有多少錢抵身 有什麼保險 要補助他們 就是納工法來一間公司 這樣就營運了 是的 因為我生活的那個年代 譬如90至2000年 2000年 那個年代其實是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又不保障運動員 你受傷怎麼辦 沒有的 你自己的老闆又付錢 我聽聞過有些運動員 簡直保險又不遮蓋 變相去公立醫院 排隊又有很長時間 私家醫院 自己又無法允許醫藥費 其實也很慘 這些狀況 是的 所以有些運動會遮蓋到你 如果你是精英運動員 那一定可以遮蓋 但如果你不是精英運動員 但你又想繼續運動 但受傷之後怎麼辦 那可能是靠自己的保險 或者是看公立醫院 這些就沒有保障 但是你想想我們足球 09年東亞運 贏了金牌 現在很多都是未有保障 好像疫情之下 現在足球又停了 又沒有了 那很多球員 可能轉了行 例如做保險 地產 入了不同的項目 我都好似 我入了工程 有很多不同的行業去做 那教練們怎麼辦 那教練們又沒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所以現在足中的制度 或者運動的行列 都是有些未正規化 希望政府是要留意民意 去幫一下運動界別 因為經常說 運動沒有經濟效益 但是你看回全球 其實運動效益有多大 你想想搞運 或者是經超 為什麼這麼大效益 北美NBA有多少人看 對 多少人看 但是為什麼經常說沒有經濟效益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沒有經濟效益 還有最後有一件事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近幾年 我們多了很多明星運動員 例如以前的黃金寶 到現在我們的李慧斯 其他不同的運動員 都是明星級 會拍攝公司的電視節目 會拍攝公司的廣告 甚至是自己做一個社交媒體平台 收很多贊助費去推出產品 那你怎麼看呢 其實以前因為沒有這些渠道 可以商品化去做生意 現在每個明星 每個運動員都好像半個明星一樣 其實這樣對你來說 是不是好事呢 都是運動員 其實當然是好事 因為會多了人去吸引 多了人吸引 你推廣那種運動 譬如黃金寶有單車 現在就很多 譬如又可能拍了電影 又有什麼破風 每個人都好像 台灣的彭于衍 類似 每個人都追著去踩單車 那種風氣就不同 那就推廣文化 譬如 那部單車 開始人們有文化 有知識 這部單車好 一定要探籤 現在可能幾千元不行 買幾萬元 就來振興一下政制 還有其他廣告 其他收益 但會不會每個人都怪著 拍廣告就不訓練 搞成績差了 那又不會的 如果你做得運動員 你自己 又有那個文化底子 譬如你 可能已經設定了 神操晚練 你不會無端端 為了拍歌 或者拍一些東西 就不會 那就抽些工餘時間出來 去練習 或者拍片 練習就不可以 明白明白 剛才阿金輝說什麼 神操晚練 好像訓練馬 又神操又要訓練 很難搞 今天很感謝阿金輝上來和大家分享 關於做運動員裏面的生涯 事業的規劃 以及最重要是怎樣處理好 自己退役之後 下一步 你的人生的下半場 怎樣找你第二春的事業 稍後回來再有金輝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可以在下面 comment share like 分享出去 讓多些人認識到我們即場marketplace 其實在這個即場世界裏面 原來有很多的可能性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09年受傷 斷了十字印帶 之後 康復期 差不多用了成年時間 才去康復 大概都去到七八成 到球場 其實還有點害怕 去比賽 其實都需要兩三年時間 之後轉轉間 去過澳門 去過不同的地方 踢比賽 之後回來香港 就踢了一個 一個港超聯的橫斌FC 上陣機會都不多 但是很有限 在超聯那裡 還有機會 復出去踢比賽 其實已經算不幸中之大限 有限還可以踢到球 其實退役之後 就開始一直在想 足球員 可能真的 未必是那麼長遠 要開始想想怎樣退役 剛好 就因為我HONG KONG ASAP 香港體育運動員 及教育就業計劃 就幫到我 在裏面做過很多不同的工種 可能有做教練 去做講座 自己都跟不同的朋友 朋友 partner 就開過 比如時裝店 做過iPhone Case 試過不同的飯素 去到最後 其實我都選定了一個 就是走工程的路線 因為工程都有不同的項目 可以去選擇 即是讀書之後 去到中五 去到畢業之後 就沒有讀書 之後就要靠偽進 然後再讀 high deep 現在就讀大學學位 一步一步去用這個 差不多用了八年時間 剛剛完成了一個 電工牌照 一路希望在工程那裡 慢慢去發展下去